嗨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星期四 然后我现在正在收拾行李当中 今天要把所有行李收拾好 然后明天就要回国咯 然后刚才我出去进行了一番最后的采购 买了一些带给家人的吃的什么的 然后你们guess what 我又去了斯福兰的golden party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他们今年营业了不太好还是怎么着 今年就是在这么短时间内办了两次金卡party 原来一般是一年只有两次 大概是冬天一次 然后夏天那会儿一次 结果今年居然是就是这么短时间内连着办了两次 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在9月10月的那个vlog里边就去了一次 然后现在又有了一次 所以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但是我已经就是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了 所以我今天只去买了一个洗手液 我觉得这洗手液超级漂亮 就是它是这种透明的 然后粉粉的这个包装 然后就我觉得超好看 然后我就买了 它出了一系列这个样子的洗护 我觉得都特别漂亮 anyway然后我就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超级好用 它是一个卸指甲油的东西 就是你手进去然后转一转就可以卸干净的 特别好用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 然后送了我一个这个Anastasia的这个 眉毛胶 眉毛定型的东西 一些小样的矿洞ế 哎喲喲喲喲大 对 我刚才去家旁边的一个面包房买的一个甜点 它叫做La Boule de Noël 就是Christmas Ball的意思 超可爱 我这个拿回来 我感觉我没拿好的 可能已经有点那个什么了 但是它这个地方是一个雪花 这个雪花脚被我碰掉了 然后上面应该是用巧克力做的 这么一个小挂绳的感觉 超可爱 然后哇 你们看 它里边应该是这种 我尝一口啊 嗯 好好吃 奶味好足 好啦 我要接着去收拾东西了 我现在收拾到晚上 我饿了 因为没有吃晚饭 所以呢 我要来煮一个金牌干粒的小面 这个是我的最后一个存活的 在回国的前一天把它吃掉 它里面呢 就是有面条 我现在正在煮 然后有一个辣包 酱油 炸菜 花生碎 和一个酱油包 呃一个麻酱包 还挺好吃的 一会儿等我就是煮好了 拌好了 然后给你们看 现在这个料碗就调好了 哇塞 超香 如果料一调好 那个味道就已经上来了 然后 我现在面也煮的差不多了 准备把面加进来 先煎一点点面 然后 哇 哇 好爽 这一碗就拌好了 超好吃 好了 我现在要吃一吃 然后接着去收行李 其实我行李刚才已经说好了 但是我自己拿体重秤 稍微秤了一下 发现超重了 所以我也要稍微就是在捣腾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 今天就要回国啦 然后我刚才早饭 给自己做了一杯咖啡 然后 我刚才出去买面包了 你们看 超大 他们家的这个真的是超大 我买的这一个叫做Ban Swiss 它里边就是这样子的 超好吃 但是你们看 我没想到这么大 他们家这个 决定先掰一半吧 一会儿 留一点给我的室友 然后呢 我还买的 小小的一个叫做 Ban Swiss 这个也很好吃 像这个样子 好啦 我要吃饭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一个换乘的火车站了 我们是从我们那个地方 然后坐一个小的火车先来这 再从这直接坐一个火车 就可以到机场了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今天聚冷 然后穿了这么多 我还觉得超冷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行李超级的 很沉 根本都推不动 给你们看一下哈 太直了 就是一直在 我们还在等一二三四 然后我们还在等着车一会儿来 我们现在经过一通折腾 我们现在经过一通折腾 终于到登机口等着要登机了 好痒 然后口红都掉了 anyway 我一想到还要飞十个小时 我都发怵 原来是一想到要回国了 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然后现在都是一想到要回国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要飞十个小时啊 好累啊 什么好奔波啊 想的都是这些 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登机咯 然后就要回家了 我今天穿了高领毛衣 然后一个这个绿色的棉服 然后围巾 然后拎了我在英国买的那个包包 然后 估计坐了飞机之后头发也该脏了 然后下飞机正好是北京中午时间 所以就可以去吃好吃的啦 我现在终于到北京了 我们飞了十个小时 我都崩溃了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人老了 就是飞时间一久就特别的累 就是然后也没睡好 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出去啦 我现在正在等我的朋友 那个过关 然后刚才在飞机上快速的 往脸上涂了点粉 涂了个口红 画了个眉毛 睫毛依然是我说的那种 就是夹翘就行了 这样就会显得眼睛有深很多 现在就要出去啦 我们已经过完关咯 就要出去了 等一下我的朋友二号 他还在刚才的心里 看我的朋友二号多么的厉害 三个箱子一起 走吧 就要出去啦 这好长 应该怎么拐 我看见我爸了 好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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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成都的时候不是去吃了这个吗 然后说特别好吃 我就想说也来吃一下这个样子 我们的锅上来了给你看 你看真的是里面有各种辣 然后鸭鞋 鹌鹑蛋 然后那一块应该是一个牛油 对 然后中间是军汤 然后点了一些这些菜 然后再调小料 我跟你们说北方人吃火锅就是这样 放弃不了麻将 马哥和我妈要的都是麻将 我爸在我的游睡下点了香油 我是吃辣火锅现在一定要吃香油的 我觉得香油超好吃 人家要倒那个火锅汤了先 先生美女开红韵吧 把这个条子揭开就可以了 好呀 来你来红韵 我来你吧 我来 接下来就可以 哇 好 台下雪 祝先生美女啊 火火火火火 谢谢 这个是不是老鹰茶水 谢谢 哦 用老鹰茶水 咱们喝的茶水是一样的 当那个汤底 那是牛油啊 对对 啊 可以 好的 好 谢谢 一个鱼豆 谢谢 哇 这么多 好 谢谢 哇 拨开了 可以吃了 好爽 我的香油底也调好了 来吧 我现在涮个肥牛吃了 哇 然后再下一些我最爱的鱼豆腐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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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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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试过的 先是买了一双这个袜靴 你们看它是这种的 就是是这种 我买的是这种银闪的感觉 然后它底下呢 是一个不太高的这种小猫根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一个这种 上面是这种一个弹力袜口 然后刚才试穿了一下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鞋 这个箱子是 修丽可的那个金环 当时我是前2000名付款的吧 所以除了这个正装以外 它还送了我八个这个小样 所以相当于是同一个价钱 买了两份八个小样的容量 跟它一个正装也一样 我买的是它这个色修 对 它的那个色修的这个金环 再说一个这个是 之前如果有看过 我视频的可能会很熟悉 我用空的 经常用的这个 media魅典的那个绿色的妆钱 然后当时我经常买的一家日装店 正好在清仓 有这么一个套组 就是一个小小的粉饼 加上一个这个的套组 我就又囤了一个这个 正好我的那个 之前那个绿色妆钱乳也用完了 然后同时呢 它清仓里我还囤了一个这个 Sophina的那个防晒霜 对 再接下来 这个呢 是也是我刚刚拆的 还是这个香射玫瑰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之前不是有一个视频 是跟他们合作的吗 就是他们是做那个淘宝自制化妆刷的 然后后来呢 他们老板人就是还挺好的 就是说年底了 然后给我送个礼物什么的 然后就给我又送了一套 他们家的刷子 这应该是他们家最贵的那套刷子 是那套纯羊毛的刷子 你们看他这个刷包就 已经显得高级很多了 是这种灰 然后上面是这种鸡皮的 然后依然也是这种 他们家那个刷包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因为会可以压的扁扁的 然后平时出去玩就放在旅行箱里 也很方便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他们家那个紫色的那一套 纯羊毛的刷子 我刚才拆了一个他这个最大的刷子 试了一下 确实挺软的 它就是这种 你们看 它的一个这种紫色的杆 它这种磨砂的还挺好看的 然后真的是 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软软的感觉 超纯软超纯舒服 好那这是这一套刷子 也隔空谢谢一下他们的这个 他们这个老板 再接下来拆 拆这个吧 拆这个看也 我觉得每次就是滑开它 这一套的那一颗是最爽的 双十二其实我还有几单在路上 没有到全 但是我这个一到家 看见有这么多快递就忍不住想 现在赶紧拆了 这个也是我在那个经常买日装的那家 买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BCL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日本的一个开价的品牌 就是评价还蛮高的 它的一个这种小织妆的防晒的粉底液 当时也是看他们那个店主 就是超强力推荐这个 而且也不贵 然后我想说买来试一试 据说它的那个妆感就非常好 而且它有SPF50 PA三个家 我觉得它这个小小的一个软管 也挺方便携带的 然后同时一起买的呢 还有一个这个TOKIO DOS的这个口红 这个不是也特别火吗 然后我买的是104叫做Best Friend 这个是一个泰国的小众开价品牌 它里面这个包装 它拔出来之后是一个这样子的筋壳 哇是这样子的 看起来还蛮高级的 虽然是个开价 给你们先在手上刷一个试试 哇它这个滋润度蛮好的 诶这颜色还挺漂亮的 往上再跟着试一下 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 是有点那种土菊感的颜色 还不错哟 好那我们再接着拆 下一个是这个Grace Baby家的 这个我有印象 我买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特殊包装的这个限量版眉笔 当时是四根一套这样卖 我买的是它这个限量版的这个增杆的这个包装 然后呢它一头拆开是一个这样子的眉书 然后另外一头呢是这种就是可以旋转出来的这种眉笔 试一下 颜色还可以感觉 真的是有好多快递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这个是 啊这个是我买的那个WT905 这个也是火了很久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入一个 后来不是因为要停产了吗 它现在已经就是出了新的版本了 这个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然后我就说那那么火 我就说试试吧 它到底有多好用 希望里面它没有随 哦 完好的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高光 我抹一点试试 啊 它真的是那种就是看不出来明显的闪 但是有那种绸缎的那种光泽感的那种高光 好 再下一个 这个也应该是我双11买的 这应该是我双11买的那个牙贴 因为经常有的时候戴完牙套之后 再加上非常带保质器 感觉就牙就很容易黄的那个感觉 我现在话得有点说不清楚 因为我太困了 我今天下了飞机之后去吃了个饭 然后就回家 现在超想睡觉 但是我想说再坚持一下 这样坚持到晚上睡呢 就不会半夜醒来了这样 买的就是这个佳节式的这个3D牙贴 但是我还没有开始用 等我开始用了看看 如果有效果的话 再跟你们反馈这样吧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大包裹 拆开看是什么 这个应该还是那个我经常买日系的那家店的东西 首先是我买的这个保龄的这个传名酸面膜 然后就是这个腰质这个牌子的海绵蛋 这个也是最近就很火嘛 然后我之前的海绵蛋都用完了 我就说那再试试这个海绵蛋也是大桌的时候买的还挺便宜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U-Kiss的那个洗粉扑啊的那么一个清洁液 最后的最后 这是一个很火的一个韩国的发膜吧好像是 叫做八秒什么奇迹沙龙发膜 对 它这个包装还挺好看的 好那这些就是我全部回家之后 发现家里来的快递 你们看摊在地上一片狼藉 全是我的这个快递的盒子 Hello朋友们 我现在早晨刚五点多吧 其实我已经起了有一会儿了 然后睡不着了就 我打算吃早饭 然后我刚才就是点了那个外卖 现在真的好方便 就是这么大早晨都有人送外卖 就是回国的感觉真好 然后我用那个外卖软件还有满简啊什么都觉得 哇 然后我买了那个 我订了外卖老的早餐给你们看哦 其实我的本意不是我自己想吃这么多 是为了凑那个满简嘛 我就点的比较多 这会儿我爸妈起来了也可以吃 然后有咖啡 然后豆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咸蛋黄什么的这个粥 看着也超不错 然后还有我最爱的书饼 然后呢买了一个猪柳蛋饱 猪柳蛋饱是我所有早餐蛋饱里就最喜欢的一个 然后他还有跟着粥一起来的一个本烧美满粉 我现在要去刷个牙然后就吃饭 天啊给你们看这个粥看起来也太好喝了吧 以后我要尝一口 然后我刚喝了这个咖啡 我觉得嗯没有以前好喝了就好淡了的感觉 不是特别喜欢 Hello 今天我要去礼饭 所以我现在准备要出门咯 今天阳光还挺好的 你们看超级亮 我已经在法国很久没有见过阳光了 然后我现在马上走到地铁站 我坐地铁去朝阳大日城 我一直就是弄头发的地方在那 所以今天也去那 然后今天马哥没有办法跟我一起 所以是我一个人自己去 那 哈喽我点了个刘海 就是那种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比较碎的那种 怎么样 应该你们还没有见过我刘海的样子 好 我现在打算去买喜茶 因为我看他新出了一个叫做芋泥波波茶 我觉得肯定特别好喝 准备去买那个事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 今天是几天星期二 三 三 十八 十八 好 我现在出门 今天有几件事要干 第一件事中午先吃饭 第二件事下午去照那个 那个信息采集的那个证件照 所以我今天画了一个很 标志的妆 阳光特别好 我觉得北京比法国阳光好很多 今天阳光真的是特别好 我现在正在去地铁站的路上 所以我昨天捡了刘好 好像还行 早上睡起来没有人拍水跑偏 还可以 我的朋友二号 今天有几件事出现了 我的朋友二号也见了刘好 我也见了刘好 我跟朋友二号都跟以前的我们找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在买一点点 刚才已经去照完了箱 对 就是这样 今天才能比较好 imal 工发动 工程